北京时间10月11日,2018女排世锦赛,第三阶段,世锦赛六强球队分组出炉。 中国女排和美国女排,荷兰女排分在了H组,意大利,日本,塞尔雷亚分在了D组。 北京时间10月14日,两个小组将分别开启第三阶段的循环赛。 小组前两位进入四强,中国女排将于14日15点,十分迎战美国女排。 10月16日18点20分迎战荷兰女排,具体赛程如下,2018女排世锦赛。 六强抽签结果已出炉。 中国女排的这支签怎么样? 接下来的比赛该怎么打? 在今天中午的体育啪啪节目中,前中国女排队员李颖,会若齐,中央电视台体育专线记者崔江和评论员良言做出了解读。 01中国女排签位如何中央电视台排球专线记者崔江认为,此次抽签的结果对于中国女排来说是喜悠参犯。 喜悠参中国女排回避了势力强劲而且状态火热的意大利女排。 本届市锦赛,意大利是唯一一直久战全胜的队伍,中国队唯一一次势力,就是在小组赛中一比三不敌意大利。 而和美国、荷兰粉在一组,中国女排也应该时刻保持有坏意识。 六强无顺旅,美国队的状态时好时坏。 从实力上说,他们和中国队也是五五开,所以任何一支队伍都不能掉以轻心。 前女排队员李颖认为,本次抽签结果,算得上是一支上上签。 相对于意大利和塞尔雷亚,从目前中国队的状态来看,面对美国和荷兰还是比较有信心的。 因为中国女排在复赛中击败俄罗斯,所以美国女排逃过一劫,也进入了六强。 李颖认为,虽然中国女排在复赛中,三比零横扫了美国队,但美国队是一支拥有多名老队员的球队,经验丰富,所以中国女排不能大义。 零二六强赛怎么打李颖认为,第三阶段的比赛对手更强,强度更高,对于中国女排来说,因为前几轮赛事都是全主力出战,而且主力经常打满全场,是仅赛后期的挑战主要来自精力和体力。 所以,在后期的备战中,中国女排一定要保持好睡眠,休息好。 除此之外,精力的分配也很重要。 最后一点,女排的姑娘们要加强凝聚力,因为在比赛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,队员们应该团结在一起,相互激励。 本次进入六强赛的欧洲球队比较多,欧洲球队都是打整体的队伍,对此惠若奇表示,中国女排要在街上的比赛,中立足自身的特点。 在战术上要注意,快速多变,蓝房结合,组织,要在喜结善多下功夫,昂首挺进六强,抽签顺顺当当,中国女排能否杀到最后? 你怎么看,央视影音获取更多体育资讯,点击阅读原文,观看完整本体育咖吧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